MISS DIOR 系列 MISS DIOR MISS DIOR 嗨大家我是本週的VogueGirl Rice and Shine 我是Yoon 然後她是我的先生整蓋 我今天是主獎 我們要來推薦情人節 我覺得很適合送禮的單品 它就是客座意思就是 都會是我在講 好的 所以這個MISS DIOR的系列 香水總共有五款 然後從這個最經典的 賣得最好的這一款 我本人覺得我可以理解它為什麼 在台灣可以這麼受歡迎 因為就是我覺得在路上的女孩 可能十個有八個都是這個味道 而且它的包裝也是非常的浪漫 像它是新出的滾珠系列 因為大部分的滾珠系列 它都是讓你隨身攜帶的 所以它可能出的樣子會是比較小的 所以這次拿出來很氣派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如果你的伴侶是比較可愛浪漫類型 這個是很系列是很適合 那它更適合什麼呢 就是比較懶的伴侶 就像我先生一樣 因為他們有做一個巡迴 就是在店面的旁邊呢 他們會讓你有機會 這個包裝一束花 所以你送禮的時候呢 就可以有香水 然後又有花 這樣你就不用再去隔壁花店買花 好的 再來是我本人非常非常推薦 很喜歡的Sabon 就是我已經用了很多年 但是這個系列的白玫瑰呢 是今年限定的 他們的系列就是 當然沐浴油就是 很有名非常好用 因為它就是洗完不會讓你感到很乾澀 它的味道呢是玫瑰的味道 可是它沒有很濃烈 淡淡的性感 然後淡淡的 身上散發出淡淡的香味 所以他們的沐浴油系列 我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Sabon呢 他們有推出一個這個禮盒 就讓伴侶是不用經過思考 就可以直接打包回家的 Tom Ford 在那個我20歲 第一個工作的時候 Tom Ford的唇膏 在義大利是一個 每一個少女的幻想 因為它一直就要50歐 所以呢它在這個情人節 出了這個粉紅色的系列 我覺得實在是太有質感了 然後再來呢 是讓我很驚豔的這個禁忌玫瑰系列 我覺得它的味道呢 並不是那種很女孩子的花香味 噴在身上了之後 因為它隨著你身體溫度的變化 它其實會變成一個比較濃烈 可是又跟隨你身體本身的味道 轉換成了中性香 所以我覺得它不是只適合女生 它的氣墊厲害到什麼境界呢 你就只是擦了乳衣 然後在沒有底妝跟遮瑕的情況下 它的氣墊是唯一一個 鋪上去的時候覺得 它的保濕力很夠 然後它就是擦在眼睛下面 這軸裝是完全不會卡粉的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限定包裝 就是Again 跟它的口紅這樣子放在一起 我覺得拿出來實在是太厲害了 然後再來就是它們賣得非常非常好的眼影 有名於就是它完全是不會飛粉 然後它的顏色是大地色系 非常非常適合任何眼睛各式樣妝容的女孩 然後最後一個呢這個蠟燭 它的香氣這樣子聞就已經很濃了 然後剛剛編輯給我送我 點起來的時候呢 它會很精彩 就是一個很濃郁的夜店的感覺 但是是高級的夜店 所以呢 我們剛剛討論了一下 覺得這個可以變成 你跟伴侶這個 可能晚上你們自己的小暗示 就是我今天點的是什麼意思呢 是我們可以有一個很美好的夜晚 好的這個系列呢 Zeptique 就是我的蠟燭人生中的摯愛 然後這個系列呢 是它60週年有的限定包裝 限定系列這樣子 然後這個口味是 就是所有人都最喜歡的玫瑰 非常非常的浪漫 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的 再來是Armani 這個味道呢 我收到的時候 簡直為之經驗 而且它香的呢 是那種甜甜的 可是帶有香 因為它的前味就是那種佛壽錢 然後它的後面又帶有一點茉莉香 然後色香那種 在後面 你會慢慢的 因為你的體溫釋放出來一整天 它的名字呢 叫做My Way 因為它希望呢 女生就是會有一個 你可以為你自己站出來 然後你為你自己的個性這樣子 噴上去了之後 覺得今天會很有自信的過了這一天 我近期來沒有這麼誇張的 形容過一個香水 但這個我很推薦大家去跪上聞聞看 然後它現在呢 如果買的話 它就會送一個香水收納盒 想要旅行的時候帶著 你可以放在那個收納盒裡面好好保護它 好的 這個系列呢 就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台灣的Jo Malone Jo Malone呢 非常適合比較害怕很濃烈香水味的人 因為它就是 基本上不太會有失誤的 這兩個系列呢 只有這個包裝是限量的 就是在中國年這個期間 就是賣完就沒有了 然後這個是一個新口味 但是它是紅色的包裝 最後最後呢 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只有情人節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愛心的盒子 他們呢 還會在店裡面呢 有一個手寫的服務 任何任何的包裝上面 如果有一點點特定的定制感的話 都會讓伴侶會覺得很貼心 很開心 好的 再來呢 是蘭蔻的蕾絲唇膏系列 就是限定版的 所有人都搶不到這個 popular的系列 274奶茶色 再來呢 這個276它也是賣得非常好 它叫做胡蘿蔔色 胡蘿蔔色 它就是一個保險的 有氣色的顏色 可以沾一點點的時候抿一抿 然後你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今天看起來很對立一樣 最後呢 這個氣球 非常非常適合 很浪漫 很浪漫的人 它就是一個氣球 裡面有玫瑰 然後它最可愛的地方是 我剛剛發現它有一個這個抽屜 所以我這是要幹嘛用的 告白 如果你很害怕理想講出來的話 講出來很尷尬的話 你就可以在裡面放一封信 然後呢 你再把這個口紅放進去 然後這樣子直接送給它 好的 唇膏系列呢 現在來到了膠欄 它這樣打開來 它就有一個鏡子 因為平常你如果要戴口紅的話 你勢必是需要鏡子 這個就是讓你這樣直接照著 而且它這樣打開裡面還寫很浪 而且它轉出來是一種鮮紅色 會讓你今天完全就是一個statement 就是你要讓人家覺得 我今天就是非常的火熱 而且這個包裝上面有一個愛心呢 是情人節限定 非常符合節慶 然後你一整年拿出來補妝的時候 你都會想到情人節那邊有多麼的浪漫 到樓呢 我們本身之前有合作過的YSL 今天沒有來得及寄到 有一個限量的火紅唇膏 就是YSL他們就是非常有名的唇膏系列 在情人節限定商品裡面呢 它就會有一個火紅色的包裝 裡面就會長得非常的鮮豔 讓它送出去的時候呢 會很氣派 總之呢 這個盒子的包裝呢 就是你只要買兩支唇膏 或者是買五千塊 它就會送給你 可是因為它實在太大了 所以如果裡面不塞滿東西的話呢 還蠻讓人生氣 打開來的話會很空洞 所以你就是盡量請櫃姐幫你挑好挑滿 我們幾乎不太過情人節 我們幾乎不太過情人節 我們兩個交往之後 第一個情人節分開的遠距離 他人在英國然後在台灣 然後他就寄了一束花來 然後他做了一個網站給我 然後那個網站呢就是我們的照片 然後他們會把那些人買的 然後那些人 他們在興趣 然後你不能錯 以為本人來說是保養品 盡量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不要送 看著他的臉我就會變得厲害 你每天早上看到他 然後你是幸福的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 我每天 我不論做任何事情 他都可以看著我的臉 就說Oh my god, you're so hot 我不認為你應該說什麼你不想說 我不會說別人就隨便說 Oh my god, you know, you're this, you're that 想想說什麼你喜歡的人 情人節真的是非常非常適合宋香粉 就是宋香粉幾乎是不會出錯的產品系列這樣 我最很喜歡很喜歡的就是Burrito的系列 非常非常簡單的 第一次聞到玉京香的時候 威尼斯剛起床的時候 有浪漫感 無人之境的我覺得特殊的情況下我會噴它 有氣勢的感覺 對,它真的有更多貴重 對,反正它就是超級喜歡老闆開所有東西 而且還有一點是現在有一個補充棒 要把補充棒放回去 它就是又是一個新的蠟燭了 沒有必要在無必要的情況下做很多的浪費 最後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Happy Valentine's Day